請坐 請坐 工程機具來來回回 將舊的柏油徹底剷除 進行重鋪 中俄路168項實施人車管制 我們怕誰 怕誰落到地下室就不能修理 現在哪個重鋪呢 從重鋪一定有高興啊 怕誰落到地下室進去 工作人員20-20 22小時斷施工 施工機器總共大小 車輛總共25兩個機器 市長謝國良親自到現場聽取簡報 基隆大清大城社區 20多年來道路從未鋪塞過 路面出現破損 市長謝國良去年率領市府團隊 到現場揮刊之後 透過公共安全委員會認定 終於促成道路重新鋪塞 以照台北市首都的一個情況 一個案例邀請了專家學者 對於會有公共安全的需求 以及疑慮的道路來讓專家學者 來進行認定 一旦專家學者認定之後 那即便它是社區的道路 那我們也可以來進行施作 因為我們必須要保障公共安全的道路 跟它的一個安全性 重鋪工程從31號上午8點 進場開始跑鋪到傍晚 在晚間5點到8點 先開放居民通行返家 接著將開始進行路面重鋪 預計在8月1號凌晨6點全部完成 那白天的話我們就是 一直到下午4、5點的時候 是跑鋪的工程 把原來舊的路先跑鋪 先跑鋪 在5、6點以後 就是因為有些要回家的 有些通勤的需求 我們會先休息一段時間 回家的路終於平了 市議員宋偉立 和清理里長陳家和 特別感謝市政府 將20年的舊路重鋪 非常感謝市長 讓我們原本這個坑坑巴巴的一個路面 造成設計很多居民的一個車禍 跌倒的事件 那來關心我們這個社區 那我們也期望有一個很平整安全的道路 28年中呢 我們的工人往返都是 就是不可行 那直到我們謝國良市長 當選之後 我們又再次的跟他提出 然後讓我們感受到 就是讓我們這邊大慶的居民 感受到我們的市長 是一個苦民所苦的 對 所以說他就立即到現場來匯害 然後告訴我們 他們就是市政府 願意來幫我們這邊大慶大成 用一個公共危險的一個法令 來克服 政府強調今年的道路養護經費 就超過兩億元 是歷年來最高 展現了市府對於入評的重視 記者黃少民請我們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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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